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天上班前催酒车是必须的 一定不能酒后驾驶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学的是地铁司机专业 然后当时呢又学的这部专业呢就是因为特别酷 用我的四川话讲的就是都是特别耍一下 一进入司机室 王潇平时的活泼甜美立刻不见了踪影 一脸严肃 手机绝对处于关机状态 朋友们都戏称 想联系上这位美女司机那可是太难了 这是我平时工作的司机室 司机台上这些仪器和按钮 都是我平时得经过培训和掌握 然后才能确保行程的安全 早班凌晨四点到岗 晚班凌晨一点回家 一个人独自坐在司机室里 穿行在黑暗的地铁隧道中 看起来有点枯燥的工作 王潇却一直无怨无悔地坚持着 爱旅游 爱唱歌 爱自拍的这位23岁的姑娘 心灵和容颜一样美丽 作为一名地铁司机 我每天的工作都肩负着乘客的出行安全 在工作中 我一定会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来保障每一位乘客的出行安全 第一新闻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